朋友们好 又到了可以种植玫瑰花的季节了 五月 只要去任何一家花市 都会看到他们有玫瑰花卖 我呢去逛了逛Costco的花市 看到他们呢有很多种玫瑰花在卖 我就挑了这一盆 很大的一盆 玉空桑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品种 能够买它呢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特别耐寒 第二个呢它特别好打理 因为多伦多的冬天是非常可怕的 到了寒冬季节 如果这个花耐寒性不够强的话呢 一个冬天过来 第二年春天如果发不出来 就惨了 所以我通常呢 就买一些耐寒的品种 另外像这种小灌木型的呢 它的花呢会开起来特别多 我喜欢呢 这么小小的一盘滴滴滴滴滴滴的 然后开满了花 我喜欢这种状态 爬藤的呢其实我也喜欢 但是现在就先种一盘这种灌木的 呃種下去以后呢 状态挺好的 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来种玫瑰花 因为玫瑰花呢 它不喜欢雨水太多 所以下雨天呢 雨水太多的季节 我买回来了呢 没有给它直接种下去 我还是把它放在盘里 并且是保持呢 透水性比较好 那种它的时候呢 就用的是这个Garden Soil 挺适合它的 Garden Soil呢 有一定的肥力 所以在它最初的阶段 有一点淡淡的肥 对这个花呢 是有很大好处的 玫瑰花呢 喜欢 其实是喜欢淡紧性的土壤 但是如果土壤是酸性的呢 它也不是那么计较 我觉得玫瑰花 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只要有足够的阳光 基本上呢 你就不用太多的担心它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除了阳光 就是施肥 到了它的花期的时候呢 施足了灵肥就可以 灵肥甲肥 第三个呢 就是防虫害 在它还没有生虫子的时候 就要开始预防 比方说 它最容易沾染的是牙虫和白粉病 黑斑病 那如果要想防治这些病呢 就要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要做了 那我最喜欢用的方式呢 是用洗碗液 大概一比一千这样的比例吧 这样的洗碗液 一比一千 就是一是洗碗液 一千是水 这样对好了以后呢 对它喷 通常呢 就不会再生牙虫了 喷的频率呢 大概在一个星期一次吧 即使它没有生牙虫的情况下 也要这么做 另外呢 就是在配置好的 这个一比一千的洗碗液里面呢 可以加一小勺小苏打 很小的一勺 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呢 一开始用半勺试试看 以不会伤害到植物为标准 那加上小苏打以后呢 就可以有效的防止白粉病 要在还没有 还没有得白粉病之前 就要这么做了 频率呢 也是一个星期一次 另外呢 为了防止它得黑斑病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要经常给它修剪 不要让它长得过于茂密 特别到比较闷热的天气的时候 如果它的花 残花太多 停留在枝条上 枯叶黄叶都不修剪呢 它就非常容易得黑斑病了 如果把这些都给修剪掉 然后适当的让它通风呢 得黑斑病的几率就会很少很少 而且呢 要经常观察 如果你发现有一片叶子上面出现黑斑了 就要赶紧把那片叶子摘下来 然后放在塑料袋里面 扔到垃圾堆里 而不要放在它旁边 以防止传染 最近年呢 我都是这么做的 我院子里的玫瑰呢 都不得黑斑病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